包括烏克蘭迎來的第一架M1坦克 講到M1坦克,我相信大家都等待得比較久 主要講到M1坦克的到來 大家都期望美國的坦克 能否將戰程扭轉呢? 當然,我們相信區區31架M1坦克 對戰程絕對會有幫助 但可否做到一個翻天覆地改變呢? 不可能就靠坦克去做 Anyway,M1坦克其實 你說它早也行,你說它遲也行 其實以計算時間來計算,之前都說過 大概在8月底、9月頭就會來臨去到烏克蘭的地界 現在似乎就是了 而烏克蘭總統薩蓮斯基亦今日表示 第一批美國製造的Abrams坦克 已經交付給烏克蘭 亦都被預計早 甚至早了幾個月 我們都說,可能開頭 想著去到2024年才改裝完成 可以將它送到烏克蘭使用 但後來它改用了M1A2之後 就快了 我猜它是否要拆裝甲 很可能它們最後選擇了一批次 比較容易去處理所有的東西 我們覺得它的裝甲上 例如我們之前的朋友裝甲要搞 搞完之後,現在送過來 所以時間上對幾乎是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可以趕得切現在做的反攻那邊 而有兩個美國國防官員表示 未來這幾個月 仍然有更多M1Abrams坦克 會送到烏克蘭 足足會有31架坦克 所以基本上,接下來星期六 就會一路運,更加多坦克 包括第一批會到的 總共有31架坦克 這些情況會到 而扎尼斯基的TG 講完這件事,沒有講到很多細節 不過它是有感謝到它的盟友 當然我們講到M1的坦克 接下來,如果投入戰場 我們相信,它投入的位置 都應該會在烏南地區 包括在諾不迪尼 你說會不會放到 可能是申普高皮膚卡 或者接下來推進去到 扎克馬克那些地區 我們都相信,如果你說會有 這些坦克的到來 絕對是會幫助 不過,你都預計的 M1的坦克 它的部署都有機會被摧毀 這個之前布特諾夫 上星期,他跟著扎尼斯基去美國 他亦接受了美國的新聞網站 尤其是軍事新聞網站 採訪他 他亦表示了 這些前線要突破俄羅斯的防禦 很有機會都會被擊中 隨時會被擊毀 所以,大家都要做好春分準備 不要覺得他們是戰神無敵 有機會在戰場上有個選號出來 不過,你說現在 阿布拉姆斯的坦克 是否立即會派上戰場呢? 我覺得都需要調整 應該要一段時間才會上去 首先,你要知道M1坦克的操作 例如在前線 怎樣可以做到後勤部級 整件事要搞清楚 即是說,烏克蘭的部隊 首先要確保 那些支援的部隊 是要整齊、救 然後才可以把M1坦克的威力 發揮出來 這個就很重要 當然另一個就是 坦克未來部署在哪裏呢? 就不會有人知道 這個絕對是保密 以及會有哪裏 會裝備M1呢? 當然,我們想當然覺得 當然是烏南這邊 當然是雜波羅爾這邊 正如你現在操作 打反攻一定是用阿布拉姆斯的 再加上M2 即我講Bradley's 那些戰車M1和M2一起 就去打吧 你說會配備 即我們經常說的 72類、第三突擊類 有沒有機會 那些我們就要再看 究竟他接下來會裝備到哪一個部分 之前拜登和Austin 上個星期都說過了 出了口述話 接下來會推動盡快交付 這些彈黑 就下去了 亦都這樣說 我相信 包括冬天 或者黎將軍的倒林 會不會影響到西方彈黑 我相信 以現在的反攻形勢 那個坦克 反而不需要很多 不需要有很多坦克 去到前線作戰 有時候反而足夠就可以了 有一定的數量 就算裝甲車等等 主要是人員 衝上前面去作戰 這個都很重要 現在美國的訓練 包括使用M1坦克的訓練 之前有說過 大概是12個星期的訓練 之前有押後了少許 可能英文是一個關係 我們會再看 即是接下來的M1坦克 來得到 然後就遇上俄羅斯的彈黑 會不會盡快會見到 M1坦克可以擊穿T712、T90等等 這些情況會出現呢? 我們都會觀察 不過呢 都好像之前布特洛夫那句 坦克的東西都真的隨時會解僱 所以大家都不能夠預計它會點 反而就是如果它真的被對方擊中了 即是不能夠使用的時候 看看如何將它拖走 盡量不要讓俄羅斯人拿掉它 你說M1坦克其實 因為亦都參與了海外戰爭大大小小 無論是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波斯灣 很多都用過M1坦克 實戰來計算 無論是對方用火炮、地雷等等 其實它們都有一定的經驗 尤其是接受過很多不同聯合兵種實戰演習 所以這隻坦克對聯合作戰來計算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架相當不錯的坦克 理論上它與炮2百種之間 即是兩隻坦克 數量上一定是炮2會比較多 因為這次只剩下30億 即是一個型級的陣列 即是對話能力計算 這樣的情況 Challenge 2 當然是另一件事 Challenge 2 這隻是沒有朋友的 Challenge 2 那個 就會有朋友的情況 Bradleys 我相信會配合M1一起作戰 但不會像之前那樣的大批量 向前作戰 M1這批未必有Trophy的系統 可能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型號 所以會不會被反坦克武器的影響 有些機會 對地雷的影響 也相信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們再看看 除雷裝置等等的交付會如何 不過我們也觀察到 例如捷克最近 又是眾籌的情況之下 捐獻了一輛無人的掃雷車 捷克這一個眾籌活毒 叫做吸土經的禮物 即是我們翻譯出來 總共是70萬美元左右的金額 賣一輛無人的掃雷車 這個捐款當然相當窩心 可以來自捷克和斯洛佛克 有這輛掃雷車 掃雷車的情況當然會幫助 在前線上 即是你掃到地雷的情況 再用掃雷車掃雷車掃雷車 有時掃雷車也是一種消耗品 即是他們在戰場上 都會被帶來消耗的 所以要找些便宜也不容易 值得說 今次台灣也有幫助 台灣政府又為今次的眾籌活動 捐了10萬元歐羅 所以台灣政府今次也有做到一種捐獻 也要多謝他們 另外他們提到主辦人的單位 仍然會買計更多 一些無人的車 將會在12月左右 即是應該會再有貨 一種就買Brasana Brasana應該是來自斯洛佛克 本土公司開發的一個遠程輕盈排雷系統 它本身可以用一個模組式的設計 一個旋轉排雷裝置 這個也是其中一種旋轉排雷的做法 多地形和不同地雷震的設計 都可以用得到 我相信這也是其中一個受歡迎的設計 也算是一個成熟的設計 看看接下來的斯洛佛克 即是這個Weight Industries 這間公司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這類型的產品 最重要是它無人的話 就算有甚麼事 經常都說,最重要是人無事 明顯,這隻Brasana 有時起上來都不會影響到人 這個都蠻適合現在在戰場上的佈置 這也是一件好事 這也是一件好事